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上第五课 第五课是什么?大日本帝国宪法及历史 就是开始我们讲日本这边的主要的一个历史还有它的法律 那我们来看一个国家的问题,我们要看什么?看宪法 就像我们上一张我们讲美国宪法跟它的历史 那你直接看美国宪法跟它的历史 最快容易了解美国这个国家整体的架构 那一样,如果你要了解日本的话 那你就要去读日本的宪法还有它的历史 那我们要记得,日本有两个日本 那我在这张先介绍大日本帝国 那我下一张再介绍日本国 那各位要记得,大日本帝国跟日本国是两个不一样的法人国家 各位要记得,大日本帝国跟日本国是两个不一样的法人国家 这个概念很重要,不然你在解释我们后面讲的国际法全部都会出问题 就是因为有两个日本,你会不清楚 你要记得,有两个日本 一个叫做大日本帝国 那以天皇为首,就是天皇一个人就叫做大日本帝国 那下面的日本国政府就不一样 他是由人民组成 那个是不一样的 那基本上这两个是分开的 那天皇同时兼大日本帝国的天皇 然后同时也是日本国虚位元首的天皇 因为我们知道在公司法里面一个人可以当两家公司的董事长 是没有问题 那一样 那一个天皇当两个国家的天皇有没有问题 也没有问题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们天皇现在是两个国家的元首 是大日本帝国的元首 也是日本国的元首 这也没有问题 你用公司法人的想法去想国家法 那个架构是一样的 一个天皇可以当两个国家的元首 当三个也没有问题 当四个也没有问题 那各位要记得 天皇也是未来我们台湾这个国家的元首 你也要记得 这样就好了 因为天皇的话 他既然可以当两个国家元首 他当三个可不可以 他当四个可不可以 可以 我们举一个案例叫做大英国邪 那大英国邪的话就是一个女王 他当了好几个国家的元首 那个叫做大英国邪 那我们以后可能就成立一个什么 我们就跟英国一样的制度 他们是大英国邪 那我们可能是大日本国邪 类似像这样子 那就是一个天皇 一个英国女王 他们各自担当了好几个国家的元首 大概是这个制度 因为这个已经有国际法官吏 所以你可以拿出来讨论 没有关系 那因为已经有人做了 是哪一个做 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 现在我们这个英国女王是伊丽莎白 他就是最好的国际法官吏 没有那个理由 英国女王可以当大英国学的女王 我们的天皇不行 没有这一条理 只要英国女王可以的 我们的天皇也可以 这个话就是国际法冠例 就是万国公法 那各位了解之后 我们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两个国 因为这两个国家太重要了 是哪两个 大日本帝国 然后我下一章再讲 日本国 帮你做一个区隔 做一个分 最重要的 因为解释国际法 如果这两个国家没有分清楚 我们后面再讲旧金山条约跟什么 跟台湾 台湾关系法就会出问题 尤其是在旧金山条约那里会出问题 因为 因为我已经看过很多人在那边掉沟了 所以这个不得已说 一定要跟各位分得很清楚 我们有一个大日本帝国 是天皇一个人的国家 然后另外一个什么 这就是日本国 那是日本国国民的国家 那个不一样 所以我会跟各位分 那我们今天开始 就要讲大日本帝国宪法及历史 那么一开始要讲 大日本帝国宪法 天皇跟日本臣民 因为主要是从法律那边来 从哪个法律 从大日本帝国宪法里面的规定 它有规定天皇 还有日本臣民 这边来讲 那我们台湾人的国籍 就是这个日本臣民 我们不是国民 我们是臣民 那我会说明 第二个我们谈日本的历史 那其实最主要是把我们宪法 谈清楚就好 可是你要知道 日本这个国家怎么来 那你的话就要去了解天皇跟日本 因为天皇跟日本的文化历史 是无法切割的 因为整个日本文化 基本上是由天皇来的 就是皇族 天皇那个家族来的 然后包括整个日本的血脉 都跟天皇这一组有关系 所以他们叫万事一系 我也会做说明 所以你如果谈认 你如果要谈日本的历史的话 你如果没有去谈论天皇 你根本不清楚 它的源头在哪里 日本的历史跟文化就是天皇 都是天皇带头带出来的 然后第三个我们讲 日本文化的根基是中国汉唐文化 日本的文化主要是什么文化 中国那个时候有个汉朝 还有个唐朝 它是从那边打根基起来 就是整个日本的文化 包括它的法力 即使都学中国的什么 汉朝跟唐朝 所以今天中国真正的汉朝跟唐朝的文化 你要去日本找 因为日本真正是继承汉朝跟唐朝文化的国家 真正把它继承 而且有很多工艺技术 还有一些文化上面的这些传承 都已经传承一千多年 那都从哪边来的 从汉朝跟唐朝传承过来 所以日本真的是一个全球最古老的国家 然后它最古老国家 它文化继承哪里 汉朝跟唐朝 那我问你 那它继承汉朝唐朝 它大日本帝国 整个日本在管我们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台湾的文化 会 所以我们台湾的文化跟中国就有一点类似 那是在哪一部分 在汉朝跟唐朝的文化部分 所以我们台湾的基本文化基本上受中国的汉朝跟唐朝文化影响很大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也受日本影响 那日本受汉朝跟唐朝的影响 所以我们台湾未来的文化 其实包括现在我们很多的东西都受什么 受汉朝、唐朝跟日本的影响 所以你要了解这些文化的缘由 那我们接受人家的文化 对不起我们还是台湾人 你要记得 你不管你学了英文 学了法文 学了什么文 学了什么文化 你要记得你住在台湾这边土地上 你就是台湾人 就是这样子 你不要因为你学了新的东西 我学了美国的文化跟习惯 那我就变美国人 那我学了德国的文化跟习惯 那我就变德国人 我今天学了中国文化 那我就变中国 我今天学日本文化 我就变日本 没有那种东西 你不管你学了什么 你住在这片土地上面 你就叫台湾人 那你要记得 你要记得 这不是不忘本的问题 是法律的规范 那我后面会讲到这一些问题 我后面会讲到这一些问题 台湾有点认同错乱 他就学了什么 他就以为他变什么 那如果有一天 有一个外星人的文化来 那我们叫外星人 不是这样子的嘛 对不对 因为你活在哪一片土地上 那也是神的意思 他既然让你活在台湾这片土地上 那你就是从台湾这片土地上面长出来 那你就是台湾 就是这样子 所以台湾应该有他自己的认同 那我们才有办法成为一个国家 那你不管如果你住在台湾这片土地上 你还是要跟台湾人一起做相处 那我们自己会形成一个group 一个利益集团 一个共生集团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不管你学了什么 你学了什么华力 那你要记得 你还是住在这片岛上 对啊 对不对 你还是要跟这片岛上一起生活 那在这片岛上一起生活 原则上可以广义叫做台湾 那当然那个像中国人在台湾 那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那是难民的问题 那我们以后再谈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这一点 这个我现在这样会稍微再提一下 所以今天回到主题就是 日本它的文化根基是汉朝跟唐朝 它受汉唐的文化很大很大的影响 然后这个大日本帝国政府 与日本国政府的差异 这个一定要分 尤其是在天皇那里 天皇那边我会特别指出来讲 我们今天天皇是两个日本的元首 我们天皇是大日本帝国的元首 也是日本国的元首 各位请记得 你不管如何一定要把它背起来 因为这里实在太重要了 这里要是没有把它强记起来 我跟你讲 你解释后面的国际条约绝对会出问题 因为我已经看太多人出问题了 所以这里一定要跟各位讲清楚 说明白 而且要各位强制把它记 就把它记起来 我们有两个日本 然后我们这个天皇又同时当两个日本的元首 拜托你这些话你现在一定要背起来 因为你们是初学者的话 我建议你不管我一定要背起来 因为我们后面有很多文章 包括国际法 包括一些法律在全市的问题的时候 都一定要分清楚 是哪一个日本签这个条约的 哇那个意思不一样 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 那台湾最终的国际地位要找谁 对不对 那这个也跟法律有关系 因为你万一 我们有两个日本 然后你找 你找错日本 那你就惨 你要找对的日本 你不要找错的日本 因为我们也有两个日本 然后他也在用模糊策略 那你除非是熟门熟路的人 你对这个法律非常清楚 那你才会分清楚 我们有两个日本 一个叫做大日本帝国 天皇一个人 那叫做大日本帝国 还有一个日本国 那是由日本国国民下去 那不一样 请各位记得 我们这一章的重点 就是要分清楚 我们的天皇是两个国家 两个日本的元首 那我们有发台湾政府身份证 那这个台湾政府身份证 这个TW TW是什么国籍 我们也没有台湾国 我们没有台湾国 那怎么会有一个TW呢 这是台湾公民权利法的规定 就是规定你是大日本帝国 日本臣民 这个国籍就是TW 当然那个是一个代号 那个不是一个国籍 那个TW是一个代号 不是一个国籍 它是个代号 它是说你的国籍 就是属于日本天皇的人民 叫日本臣民 那住在台湾岛上面 那就是要做TW 是台湾政府的公民 那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法律定的 就这样子 因为它很复杂 所以我讲一个结论 因为是法律规定的 所以这个TW的定义 就由台湾公民权利法去定了 这是美国军事政府帮我们定的 这个你也不能反抗 因为他说是就是 因为他今天是占领者 所以这个TW的国籍 我都跟各位讲清楚 是日本臣民 属于大日本帝国天皇 一个人的那个日本 所以你不要搞 所以你不要搞杂了 我们不是日本国的国民 这个TW不是日本国的国民 你千万不要搞错 因为就有人搞错 然后就要归日了 惨 完蛋 违反法律 那我们是哪一个 是那个日本臣民 属于大日本帝国天皇 一个人的那个 那一个国家 那个叫做TW 所以我们没有归日的问题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 那我干嘛归 我 我本来就属于日本臣民 那我就是这边土地属于 大日本帝国天皇 这一定是一个华丽事实 没有说要归日的问题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 你知道吗 所以没有所谓的归日 因为归日是一个假意 没有那种东西 他说 比如我是个男人 那我 那我 现在要归还 作为一个男人 神经病 我本来就是啊 你知道吗 所以没有所谓说 什么归还 什么问题 没有 你知道吗 没有所谓的归还 台湾没有所谓归还谁的问题 台湾只有所有权是谁的问题而已 谁要来帮你处理这个问题的问题而已 没有所谓要归还谁的问题 台湾没有什么归日的问题 没有 因为你本来就是属于天皇人 属于大日本帝国 台湾所以没有所谓要归还日本的问题 因为你本来就是 你知道吗 因为你本来就只是今天美国军事在占领 所以他现在派人家在管理这样子而已 他有个管理的架构叫军事政府的架构 这样而已 所以没有所谓要归还的问题 没有 因为本来就是 你们要稍微要分清楚 所以我们这个TW是哪一个国警要很清楚 日本臣民 然后台湾这边土地属于大日本帝国天皇的 你要搞清楚 还有今天被美国总统军事占领 就是这样子 就是台湾的国际地位 所以我们说我们叫做日蜀 然后美战 然后美国总统要帮我们设台湾政府 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清楚这里 好 那我们开始讲大日本帝国宪法 那大日本帝国宪法是怎么来 是1890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里面规定的 那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讲大日本帝国宪法怎么来 我们先看宪法的本 因为宪法里面讲什么 那就是什么 比如说那第一章讲的就是天皇 那第一章的第一条是最重要 是什么 大日本帝国 由万事一夕之天皇统治之 有没有 所以他在讲什么 大日本帝国就是天皇 所以他叫做大日本帝国天皇 那为什么 因为法律规定的 因为法律说天皇就叫做大日本帝国 那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因为是法律定的 法律说他是就是 为什么 这个也有神的意思 神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神 我前面几个章节有讲 神本身就是法律 那这个法律就说天皇是 大日本帝国 所以这个大日本帝国天皇实际上是神定 也是神的意思 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整个日本人他们也开会通过 天皇就是大日本帝国 皇帝 因为整个日本人民都认为说 包括神的意思说 他这个天皇他就是大日本帝国 开会那个时候就定 所以这件事情 大日本帝国宪法这件事情也有神的意思 神也在掌权 跟所有日本人民讲 你们要团结起来 共同你们要派一个元首出来 叫做谁 叫做大日本帝国天皇 所以你要记得 凡是只要有法律规定的 原则上都有神的意思 当然他可能会 就是说不一定会永远长久 但是在那个时间点 神有他的安排 他有他的作为 那神就透过所有人 然后用法律的方式 把大日本帝国天皇 是皇帝的这件事情 把他定下来 为什么 因为这是法律定的 因为法律都有神的意思 都有神的意思 那我前面章节我就有讲 法律怎么来 法律 法律就是神的命令 当然一样 我们不管是日本人 台湾人 或是中国人 或是美国人 我们都有同一个上帝 所以都一样 上帝会透过法律 帮我们办事情 所以大家都说法律就好 反正神的意思就是说 大日本帝国就是天皇 就是法律定的 就是这样子 所以各位要记得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第一条就讲 大日本帝国 就是天皇 好 那天皇定了之后 再来就会定天皇的人民 那天皇的人民叫什么 叫日本臣民 这个日本臣民是什么意思 人家说皇民 有没有 你说天皇的人民叫皇民 所以郝伯春 有对柯文哲他们讲 你们都是日本皇民 对 我们都是日本皇民 那日本皇民 真正法律上的专有名词是什么 叫做日本臣民 这个在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第二章里面 有规定叫做日本臣民 那凡为日本臣民之要件 依法律之规定 依什么法律 依大日本帝国宪法 有没有实施来分 你如果有实施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地方 你这个地区的人民的国籍 就叫做日本臣民 那我们台湾有实施大日本帝国宪法 所以我们台湾的国籍是日本臣民 因为这是法律定的 那日本臣民就是说 日本天皇的大臣还有人民 所以叫做臣民 我后面也会稍微再提一下 臣民就是大臣跟人民 你都包括皇民 那就属于大日本帝国天皇的人民 那就属于这个什么 就是皇民 你也可以说那叫日本臣民 那日本臣民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专有名词 这个有 这个你如果会讲日本臣民 代表你对大日本帝国宪法很了解 那你也知道你是天皇的人民 所以他有个专有名词叫做日本臣民 所以你会讲日本臣民 代表你对大日本帝国宪法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日本臣民是专家在讲 如果说你有对法律比较了解 你会讲说那个叫做日本臣民 那我听你会讲日本臣民 你有念过大日本帝国宪法 你知道天皇是大日本帝国皇帝 你也很清楚 所以你如果要专业一点 我建议你要讲叫做日本臣民 那你不要讲皇民 你讲日本臣民 因为那是专有名词 这是法律定的 法律就定它叫做日本臣民 所以他也讲了 凡为日本臣民是要件 依法律是规定 那你要遵守法律 那你遵守法律天皇的人民 就叫大日本帝国的日本臣民 所以你要遵守法律 所以大日本帝国天皇跟日本臣民 这两个位阶你们就要分清楚 因为这是宪法规定 是哪个宪法规定的 大日本帝国宪法 所以你们要搞清楚 就是你要遵守法律里面的 每一个就是所有的要件 他讲什么就是什么 因为日本人在做事情很直 所以他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你也不要乱想 你就照字面上的意思 一个字一个字把它看清楚 然后你遵守 那每个字的意思就好了 他说你是日本臣民 你就是日本臣民 不要乱想 然后他说天皇是大日本帝国天皇 他就是 你知道吗 因为日本人做事情很直 他跟你说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日本人所有的事情 几乎差不多都会写在脸上 如果非常严重的事情 他都会写在脸上 或写在字上 所以日本人跟你讲的事情 如果用警告的意思 是真的 他是真的有那个意思 那个不是在恐吓你是真的 这样子 所以你要很小心 那个文化是不一样的 像中国人 他表里不一 他明明恐吓你 可是他心里很非常害怕 可是日本人不一样 日本如果他真的是在恐吓你 他是真的要干的 那是文化上的差别 你要就是你要稍微懂这些 所以日本人很严重的事情 他一定写在字上 写在法力上 或是写在他的愤怒上 你要记得那个都是真的 所以那个你就不要开玩笑了 你会被日本拖来揍 然后第三 我们就讲大日本帝国宪法是怎么来的 当然有人去写的 那就是神的意思 那主要是谁呢 伊藤伯文 然后他跑到欧洲去 他们去看说哪一个国家的宪法是我们日本 最后他们考察回来就是德国 那个时候叫做德意志帝国 那个时候的宰相 我记得如果没有说 他是非常有名的 叫做铁靴宰相贝斯曼 还有那个时候 就是他的那个皇帝 叫做 应该是威廉皇帝 就德意志帝国 那个时候有一个皇帝叫做威廉 那个威廉他当皇帝 当德国皇帝当了快五十年 当蛮久 所以那个时候是威廉当皇帝 当德国的皇帝 那叫德意志帝国 那因为德意志帝国 他有皇帝的制度 所以这个制度就比较适合我们日本 那因为我们日本也有皇帝 所以我们就去跟他考察 所以我们就把德意志帝国的宪法 搬回来改 所以基本上大日本帝国宪法 是搬德意志帝国宪法下去改 而且那个时候 德国是欧洲的强权 为什么 因为他普法战争打赢 他打赢法国 然后他还把英国干翻了 所以大家觉得 哇 我要学 我要学德国 所以我们日本也要我们跑到欧洲去学 我们要学学德国 所以我们有很多法力 你包括日本国的民法 基本上是从德国民法典那边全部过来 还有他所有的法力 几乎都全部都照班 在明治卫星那个时候 几乎我们整个日本都抄德国 那个法力制度什么全部都抄过来 就抄回来日本改 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宪法 基本上大日本帝国宪法是学谁的 学德意志帝国的 你们要清楚 我们大日本帝国宪法是跟学 跟欧洲的哪一个国家谁学的 德意志帝国 那主要是伊伊藤伯文带队的 然后是谁学的 主要是谁学的 他那时候有一个 他有个人非常有名叫做锦上义 我记得他后来当司法大臣 是他写的 这个人学士算蛮高的 所以这个基本上 实际上是谁写宪法 是锦上义 他用一个就是宪法局 然后开始设宪法 然后他把宪法写好之后 就给天皇看 然后天皇说觉得OK 然后他最后交给谁 交给黑脸青龙 就是日本帝国的首相 然后他请议会 然后去颁布这部宪法 所以那是天皇亲自颁布的 所以那叫清定宪法 就是天皇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那是谁起草的锦上义 那是谁主领的 伊藤伯文 因为伊藤伯文是日本那个时候政界的元朗 因为他是明治维新的大工程 所以这个时候就由谁来主导 就由伊藤伯文来主导 然后锦上义起草 最后交给黑脸青龙 就是交给天皇 然后天皇再交给谁 黑脸青龙去颁布这个造书 所以他叫做清定宪法 总而言之 这一部宪法就是天皇决定的 天皇定的 所以那叫做清定宪法 因为天皇的位分就跟中国的天子是一样 所以天皇就是代理神 颁布这部宪法 所以这叫清定宪法 是由我们的皇帝亲自颁布的 所以叫做清定宪法 那他里面写 他一定写政级天下 所以他把大日本帝国 由万世一世一天皇 统治之写在第一条 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是清定宪法 他有点学中国皇帝的制度 他有点像这样子 政级天下 所以你要记得在大日本帝国 时代的时候天皇一个人讲的话就算了 因为他是皇帝 恩派了 他掌握我们日本这边什么 最高的管理权 还有所有权都握在天皇这里 所以那个叫大日本帝国的时代 但是我们现在大日本帝国我们不用 我们是用日本国 但是不用他在不在 在啊 他还是在啊 就像你家里本来有一辆车 然后你开旧了 然后你就把它放在仓库里面 那你用买台新的再开 那你后来都开最台新的 那你那台旧了还在不在 在啊 那他可不可以发动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还在啊 那我跟你讲 旧车跟新车概念 就跟大日本帝国跟日本国的概念是一样 这样你就懂 所以你要记得 两部车都在 那你要记得两个国家都在 因为 因为他没有废掉 他没有用法律把它废掉 所以他还在 因为你要记得大日本帝国宪法是用法律颁布 那如果要消灭他 他一定要法律来颁布说 大日本帝国宪法没有了 可是从来没有啊 从来没有颁布说 大日本帝国宪法无效了 没有 所以他还在不在 在 因为各位要记得 因为法律的设立 他是靠法律颁布 那他如果要把它废的时候 他也要用另外一条法律把它废掉 才可以 不然他还是在 那我们只有看到 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跟实施 可是你没有看他取消啊 你没有看他被cancel掉啊 没有啊 所以他还在啊 所以法律的生死纯灭 仍然是由法律在规定 好 那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当时大日本帝国天皇 与日本国首相 以大日本帝国宪法 共属大日本帝国政府 这个首相是天皇的首席大臣 这什么意思呢 这样子 那个时候天皇 跟日本国人民共用一部宪法 叫做大日本帝国宪法 那 日本国的人民都要听天皇 那天皇是 拥有最高的行 最高的行政权 还握有所有权 所以一切事情天皇讲得算 最后你们国民如果没法解决 你就把议案交到天皇 天皇 天皇会帮你裁决 天皇会想办法帮你裁决 会透过他的方式 所以那个时候叫做大日本帝国政府 就是天皇跟政府 在同一条宪法架构里面 在执行他的政务 所以那叫大日本帝国政府 就是大日本帝国天皇为首 下面再夹一个日本国政府 夹在一起 然后共同行政 那个叫做大日本帝国政府 所以你如果看到大日本帝国宪法 是指 你如果看到大日本帝国是指天皇一个 但是你如果看到大日本帝国政府 它是指什么 天皇加上下面的日本国政府 一起联合在执政 他所颁布出来的命令都会叫做大日本帝国政府 你稍微要记一下 这里就是有点难 那你会看到在未来有很多国际文件上面会看到什么 大日本帝国政府 那或者是只有讲大日本帝国 这样子 那或者还有一个叫做日本国 那你这三个都要会分 你这三个全部不要搞错 你要是搞错你就完蛋了 真的在解释国际条例率就是开花了 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看一下那宪法就长成这样子 这是天皇颁布的 所以叫清定诏书 清定宪法 那我们台湾就是因为在1945年4月1号实施大日本帝国宪法 在朝鲜还有台湾 正为朝鲜及台湾 我统治下 既怎么叫化 然后有没有 然后最后 二成名共 共体时间 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二成名 就讲你们日本成名 你们朝鲜跟台湾是日本成名 所以他就实施了帝国宪法在我们台湾 所以我们台湾的国籍就叫做日本成名 这是现在存下来的台湾的唯一的合法国籍 因为这是法律规定的 所以我们台湾人不是日本国民 是日本成名 在这个宪法里面想得非常清楚 在1945年是一样 大日本帝国天王对台湾的造主讲得很清楚 你台湾人的国籍就叫做日本成名 那你不要问为什么 这法律定的 不管你喜不喜欢 他就是法律定的 这个也有神的意思 反正就是这样子 你要遵守法律 法律说你台湾人是日本成名 那你就是日本成名 然后主要占领全国说 你日本成名 你又是台湾公民 那你就遵守法律 就是这样子 因为法律都有他美好的意思 那你就遵守法律就好了 法律说你是 你就是 我们再看下官条约 所以我们台湾属于大日本帝国这件事情 我们要讲两个地方 一个是我们实施宪法 所以我们台湾人的国籍是哪一个 合法国籍是哪一个 日本成名 那我们下官条约 我们要讲 台湾是属于谁的 所以你要把台湾的所有权搞清楚是谁的 然后你要确定我们台湾人的国籍是 这个实施造出这时候叫日本成名 你要记得台湾属于谁的 然后台湾人的国籍是属于什么 这是我这张要交的两个重点 那你要记得 台湾这一片土地属于谁的 看下官条约 因为下官条约里面讲的是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 即什么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 他们在做什么 交割 交割谁 交割台湾跟澎湖 所以他们是两个皇帝在交割 他没有交割给日本国政府 所以你不要搞错 台湾是交给皇帝 是交割给哪个皇帝 大日本帝国 大皇帝陛下 那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 里面讲的天皇 所以我们台湾的所有钱 就交给了天皇 是哪个天皇 大日本帝国 他讲得很清楚 有没有 这个讲的条约就是下官条约 他是交给大日本帝国 大皇帝 然后他讲的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 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 军器工厂 其一切属光物件 永远让于日本 是哪个日本 是大日本帝国 所以你要记得台湾属于写的 大日本帝国天皇 所以我们台湾叫做大日本帝国台湾 那应该没有悬念 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 还有澎湖列岛 都永远交给谁 大日本帝国天皇 这是法律定的 那各位就亲 我们就非常清楚 台湾属于大日本帝国天皇 然后台湾人民的国籍属于 是日本臣民 这个就是这张的重点 我们台湾到底属于谁的 还有台湾人真正的国籍是什么 日本臣民 你要从这边开始用法律下去跟他界定 法律说你是 你就是 你知道因为法律是最好的证据 你把法律拿出来 然后你一看那你就是了 因为法律是最好的证据 我就成党政共 这是法律 法律定的 对不对 那法官 美国总统 国卫 不管是任何人 他看到法律 那他也要遵守法律 因为我们懂法律人 就是要遵守法律 就是这样子 因为法律有神的命令 神的意思 所以神就这么讲 那你彼此摸 你就认吧 是这样子 所以台湾人的国籍是日本臣民 台湾这块土地永远属于大日本帝国天皇 没有问题 为什么 法律定的 就法律跟你定这个 这个就是国际法 这就是万国共法 OK 所以这里要先跟各位确定下来 再来我们就讲几个要害 第一个 日本臣民是属于大日本帝国天皇的直属大臣级人民 所以那叫臣民 所以臣民就是大臣级人民 那你来看一下 这里就有很多大臣 他在词书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什么 内阁总理大臣 海军大臣 外务大臣 陆军大臣 有一堆的大臣 所以这就属于他的大臣 属于那个天皇的大臣 那我们 那我们没有去当官嘛 所以我们是属于他的人民 那不管是大臣或人民 都属于大日本帝国天皇的 叫做日本臣民 所以日本臣民他指什么 大日本帝国天皇的什么 大臣还有他的人民 所以叫做日本臣民 所以各位要记得 日本臣民是个专有名存 那你要特别记一下 以后我们比较专业 我们讲说我们叫日本臣民 那你讲日本臣民 我就知道你是 有了解大日本帝国宪法架构里面的规定 那我就知道你是属于专业的 所以你以后 对所有人讲说 我叫做日本臣民就好 那我就知道你是专业的 那我就不需要再跟你多解释 因为你代表已经非常了解宪法 所以你就说 我有叫做日本臣民 我的国籍 那大日本帝国台湾的日本臣民 是等待天皇以万国公法 国际法包含国际条约 来做最后安置的状况 所以你要记得 日本臣民不是你的最终国际地位 这个天皇还有安排 那为什么 因为你是属于天皇的人 天皇才可以帮你安排 你要记得天皇是皇帝 人家他权力可大的 所以他有那个权力可以再帮你做处置 你放心 他们有法律可以做这件事情 因为国际法上面有允许 然后日本法律里面也有规定 然后战后至今 目前大日本帝国天皇及台湾 日本臣民仍属于盟军 美国总统为主的军事占领下 所以不可以且禁止 越过美国总统及军事政府高权 进行台湾最终国际地位 会招致军事审判 且对台湾最终国际地位没有帮助 所以你要记得 既然台湾不是最终国际地位的状况下 你现在是属于日俗美战的状况 但是你也不可以乱动 因为人家没有叫你动 你不可以动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是处于美国总统跟军事政府的军事占领下 所以你不可以乱做 你的上面有两个 一个是天皇 一个是美国总统 你要记得 他们没有下命令说你 台湾人可以做下一步的动作 你都不可以做 你就在那边立正战了 你现在就叫日俗美战 就是这样子 那要动下一步 你等天皇跟美国总统跟你讲 不然你不可以动 你要记得 人家是两个高权 人家自己会去谈判 这个不用我们操心 所以你都 人家台语不要讲说你不要假 你不要装行 你现在人家规定你是日俗美战 你就是日俗美战 不要动 就是这样子 你永远记得我们日俗美战 现在是未来 美国总统政府跟我们设台湾政府的时候也是 我们还是日俗美战 你永远要记得 那这个日俗美战的状况 要等下一步动作 你等美国总统跟天皇跟我们通知 那你才可以下一步的动作 不然你通通不可以动 为什么 因为今天还在军事占领中 我们还有法力要守 所以我们不能乱做 然后军事占领不解除 目前台湾最终国际地位无法执行 但是目前可以依照法律包括万国公法及国际法讨论 但是禁止执行台湾最终国际地位 就是说你可以讨论没有关系 但是你记得你不可以做 你不可以做 我已经讲了 台湾最终国际地位是可以讨论的议题 但是不可以做 你要等谁 等天皇跟美国总统说你们可以 台湾人可以动作 那你在下一步的动作 他们会用法力跟你讲 那法力没有下来之前 你就在那边力争战 就是日俗美战 这我跟各位要交代清楚 所以你就是日俗美战就好了 你不要不懂装行 你会把所有事情搞砸 你就是日俗美战 这样就好了 人家自有安排 所以目前法力上 台湾国际地位是处于日俗美战状况 请务必一定严守 起码现在就是这样子 先放着 就叫日俗美战 然后美国总统会帮你台湾人 设台湾政府 解决你目前台湾人的需要 这样子 然后等台湾都正常化 等适当时机 天皇跟美国总统 他们会去讲台湾的未来 国际定位应该怎么最终来处置 他们会去协调 所以这个不用我们操心 他们懂他们会 所以我们就坚守日俗美战就好了 不要妄动 美国总统跟天皇没有命令 你都不可以动 再来我们讲日本的历史 就讲天皇 天皇很简单 天皇他们那个时候 在2600多年前 那个神武天皇 他从哪边呢 从日本的九州东边的一个地方 叫做日向 然后他开始往东 就是东征 然后征服很多部落 然后最后他到了这个江源 这个地方休息 他大概征服十来年 然后最后在这个地方休 在这个地方怎么做一个定居休者 那这个江源就什么地方呢 差不多是奈良 你如果去日本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古都 他最古老这个奈良 那是神武天皇在定居的地方 就在奈良 然后后来这个日本天皇 就搬到哪边去了 他往上面一点点去了 那个京都 因为京都这个地理位置比较好 因为他靠近一个湖泊 他会常有名叫做琵琶湖 因为日本有一个最大的内湖 叫做琵琶湖 那个琵琶湖他有一个优点 他可以水运 所以在那边各方面的交通 都比较方便 他有水运 陆运的中心都在京都 所以天皇就选了一个地方 他在那边做他的行政中心 就是在京都 所以奈良跟京都 是日本的文化古都 日本大概有50%的文化 是在这两个地方 主要在京都 然后更古老 主要在奈良 所以奈良跟京都 是日本的文化古都 有50%最古老的日本文物 全部在这两个地方 而且主要是保留谁的 汉朝跟唐朝 他属于汉唐文化 全部都保留在那里 所以各位要知道 这个日本的历史主要是以天皇做核心 你要记得 日本的文化都是从天皇那个家属里面传出来的 所以你如果谈日本文化的话 天皇下去带动了 你来看一个问题 那个时候天皇 他就自己下了命令说 我们所有人都改唐朝的文化 他就说大化改型 整个都改 整个日本都改成唐朝 那一样到明治天皇的时候 天皇就说 我们全部 全部欧化 我们学欧美 所以他就把他的服装都脱下来 然后换成什么 换成西装 是谁带头的 天皇 然后天皇就说 我们要吃牛排 我们跟 那个 就是 欧美人一样 我们要吃肉 因为 日本人他们以前是草食动物 他们是吃素的 然后后来到了天皇时代说 不行 我们日本太矮小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不吃肉 我们不吃蛋白组 那我们就改 所以日本天皇就带头改 你知道吗 什么都跟他改 都由天皇什么 带头执行 那理想要你 天皇都做了 那我们敢不敢做 敢啊 天皇都带头了 那我们当然敢 所以 天皇是 日本的权威 他是各方面的权威 他是文化的权威 他是 法律的权威 他是 历史的权威 这放在日本人心里面 是不会改的 为什么 因为 日本人有历史以来 就是天皇 就是这样子 所以 天皇是 日本文化的核心 所以你如果要改 日本的文化的话 那你 势必要什么 要说服天皇 那如果天皇不改的话 那你也没有办法去改日本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改日本的话 那你要改天皇 那你要说服天皇 说 这个日本的制度 可能这样子会比 人家天皇会去评估 会去评估说 你这样说的 是有没有道理 是有没有神的旨意 我们都要记得 天皇他也是有神的 他也是在敬拜神的 只是他敬拜神的方式 跟我们 像我们 欧美的基督教不一样 但是他也是有神的 他也是有神明要侍奉 那你要懂我的意思 那都是同一个神 只是他不同的名字而已 我们在欧美 我们叫他耶稣 那在日本这边的话 就是叫做神汝天皇 可能会是像太阳神 他有一个就是 他有一个名称这样子 但是他也是侍奉神 当然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的选择 我是觉得 这个圣经讲得比较清楚 所以我是照圣经里面讲的东西 去敬拜那个神 我们良师中的那个神 那我找真的是找得到 是有 那我相信日本天皇也找得到 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神 只是我们用不同的名称 在称呼他而已 那其实都是同一个神 那个是天皇的神 是美国总统的神 也是我的神 也是你们的神 其实都是同一个 只是他的名称不一样 那像我会学得比较清楚 明白 所以我来讲 其实我们都是同一个神 那放在我们的良知里面 那我前面 前面那几个章节有教过 前一二三都在讲这个 第二章节跟第三章节 在讲我们的良知 讲神 讲法律 那主要就是从那边来 好 那再来我们看天皇 天皇现在是第126系 第126个天皇 就是这个令和天皇 令和天皇 就是今年的四月份 那个四月份 它继承大典 那现在所有的礼法都完成 十月份都完成 就是这个令和天皇 第126 所以你看天皇从第一代到现在126 是2600 大概40年还是50年 已经2600多年 这是全球最古老的一个国家 你要记得 美国这个国家才400年 人家日本这个国家几年 2000多年 人家说是2600年 好了 大概应该是 那因为他们 以前在前面那一节是没有文字 所以 是他不是姓氏 我后面会讲到 总之现在的天皇是第126代 已经2000多年了 那日本这个国家是这样子的 他在差不多西元270年 第15任的应神天皇 那个时候就开始有文物了 就是说有一些考古上的证明 证明说有应神天皇这位天皇 所以第15任的天皇 这个应神天皇开始叫古坟时代 那你为什么 他为什么叫古坟时代 因为那时候有坟墓 所以找得到他相关的文物 所以从第15任的天皇之后 他所有的历史都很清楚 他都可以找到真的有这个人 那在第15任的天皇以前 都是找不到证据 都是传说 传说 你包括神辅天皇 他也是一个传说 那第15任的天皇之后 我们就找到他的墓葬群 所以就确认有这任天皇 所以到第15任天皇之后 所有的资料都越来越清楚 那叫姓氏时代 那那个时候就重点是什么 应神天皇对日本地区最大的贡献 是引入汉治 邀请百纪学者阿芝齐 王仁两位到日本 他统治时期日本秦氏 东汉氏 西文氏等度来人氏 到来 为日本带了文明的曙光 日本在应神天皇 以前都不是只是部落 一个字都不是的 所以天皇那个时候就去找 找看谁会治 那个时候在我们亚洲最有名就是汉藏 那个时候东汉末 因为在乱 所以有一批人就跑到 就是朝鲜半岛那里 然后那里有个国家 就是百地 然后我们天皇去那边 请那边的学者来日本 教日本的汉语 所以日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学汉字 所以日本最古老文字是汉字 那跟谁学了 汉人 就跟汉朝的人民学 所以叫做汉字 各位要稍微记一下 日本最原始的就是汉字 然后后来的话 再来的话就讲说 日本最重要的一个改革 就是说日本他有天皇这个制度是从哪边来的 从差不多是什么 在差不多西元是592年 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推古天皇 她是个女王 她是日本女的天皇 那日本天皇也有女的 那推古天皇就是其中一个 然后推古天皇 他那个时候他的侄子叫做圣德太子 他实际上在掌握朝政 然后这个圣德太子 他最重要就是说 他把日本天皇的制度把它做好 他比如说他的 他那时候他做了非常多的改革 那我等一下就会讲 就是除了推古天皇以外 圣德太子以外 那个时候就开始做改革 那个时候日本天皇的制度就慢慢形成 那主要从什么时候开始 推古天皇 圣德太子 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再定下来 真正是在说孝德天皇 第三十六任天皇孝德天皇 然后他把他的首都迁到大阪 今天大阪这个地方 然后改元叫大化 然后大化革新的时候 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日本天皇他做了像那个时候 那时候汉朝的一个中央 中央集权的制度 他们也跟汉朝那边学 跟中国那边学 他们学什么 学中央集权 那你只要有中央集权的话 他就有一个什么 他有一个就是一个官府 他有一个朝廷 所以那个时候日本就做了中央集权的第一次 所以也做了朝廷 那个时候天皇的制度就定下来 主要是从这个第三十六任天皇 他就把他定下来 但是他的起头在什么时候 在推古天皇那个时候 圣德太子那个时候 就差不多西元 六百年到六百五十年这个地方 他把这个日本天皇的制度 正式把他定下来 从此之后日本天皇就在日本存在 所以日本天皇的真正的制度 存在有的话是超过一千四百年 真正有历史上记载真的是有 是一千四百年 但是基本上他是一千四百年 他也是全球最久 那孝德天皇他做了中央集权 然后建制中央 建制中央 就是他有一个政府架构 那个朝廷 然后后来就讲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外戚 一样就跟我们看中国剧一样 他有很多外戚干政的事情 那非常有名叫做藤原氏 那藤原氏他就是外戚 那他本来 他本来是另外一个名字 然后他因为他对日本天皇有功 所以他本来叫做忠臣联主 然后后来天皇就赤他信 赤他什么信 赤他藤原信 藤原 所以这个忠祖联臣他就改名 他就改名成为藤原信 藤原氏 那叫藤氏 那所以天皇他会赤信 他也可以封国 那都跟谁学的 跟中国学的 一样都跟中国很像 反正就跟他学就对了 反正我不会我就跟人家学 那我就学人家 中国人做什么 日本天皇他也跟着做什么 你包括赤信 你包括封国 那个都一样 然后那个时候天皇的话 他因为有赤信 当然他有一批叫做皇祖 就是皇祖 我们会常听到就是天皇的 天皇的近亲 一般都会叫做皇祖 那一样 这个 皇祖也是天皇立的 那天皇都是 基本上都是天皇的族亲 就是一般的话 就是天皇比较亲近的人 那因为 日本这个国家其实也蛮大的 那其实也不好管 所以他最后 他又设了一个制度 设了一个制度 就是天皇的代理 那天皇的代理叫什么名字 叫做一般叫做社政 然后最后又把他法治化 变成什么 官拜 所以叫做社政官拜 然后他代理天皇执行所有政务 所以那个时候国体 政体就有一个样子 就是天皇拥有所有的日本 但是他把这个管理的事情交给谁 交给他的近亲 一般叫做官拜 或是社政 他们下去管理 所以那个国体 政体他就要分离 从这边开始就要分离 那到了白河天皇的时候 他又 白河天皇的时候 他又更明显 因为白河天皇是出家 他是佛教徒 所以他最后他就出家 然后天皇一出家之后 他就叫做法皇 法皇 那他出家之后 基本上是不理政事 所以政事会交给谁 交给他的代理 那个时候国体政体就分离 是这样子 所以日本这个国家 没有走向独裁中央集权的原因 是因为天皇信佛法 他们有好几任的天皇都信佛法 都去出家 那你出家的是不理俗事的 所以他一定要找代理 所以那个时候国体政体分离 是因为天皇信佛法出家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一定要找代理 那他可能找他的儿子 他也可能找他的亲戚 那因为都一直这样子 所以最后就出现了一个专门的代理 那个叫做幕府 我马上就讲到幕府了 那幕府我会在下一章节开始讲 所以差不多从白河天皇这里 正式就开始把日本的国体政体做分离 那我们讲天皇主要的职者是什么 第一个是神道祭祀 敬天祭神 因为日本是神道教 其实神道教他没有 他比较没有特定的什么经典 没有 他就是很简单 我就是敬拜神 祭祀我的祖先 就是这样子 他说敬天伐祖 他其实就很单纯 反正我知道有神 那我要敬神 所以天皇就是那个叫做神道教 那神道教就是只有敬神 然后敬拜一些英灵 敬拜我的祖先 这样子 他其实跟台湾人的 比较原始的祭拜方式很像 然后他们说他们是太阳的子孙 就是太阳神的子孙 那跟我们台湾也蛮像 那这个我们改天再聊 这是日本天皇最重要的一个质问 就是敬天 然后祭神 就这样子 所以天皇他几乎每个月 他都在敬神 几乎每个月 都有什么仪式 什么要割 什么要割道子 要去祭拜神母天皇 什么一堆的 全部都仪式 每个月几乎都有 所以这是天皇的职责 然后第二天皇就是 维护日本国体万事仪式 就是把日本的国体保护好 然后他们就讲了一句话 我们要万事仪式 我们要世代传承 那日本要做到世代传承 要从谁开始做 从天皇开始做 那天皇都做了 那你们下面所有人民就一起跟 所以你看哦 日本拥有全球最古老的家庭 还有最古老的企业 还有最古老的文化 为什么都从天皇这里来 因为他们要万事一纪 他们要代代相传 就是这样子 都是日本的文化 然后三 传承日本文化 遵守日本离法 就是遵守日本法律 那日本法律他比较特殊 他除了法律以外 他还有礼 就是我什么法律 要配什么礼 所以他们叫做礼法 他们倒蛮特殊的 他们不是说只有法律 他们说 我就是 我也要有礼 那我平常都遵守礼 那我自然会遵守法 所以他们叫做礼法 所以说他们不只遵守法律 他们也要有相应的礼节 所以他们叫做礼法 所以叫做蛮特殊 这是日本独有的法律 还有他的文化 所以然后第四 以法律分封国家 成名降下 就是说天皇有个职责 因为他是代理神 所以他可以替神封很多国家 封国 你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天皇他设了满洲国 然后他帮中国 又设了一个中华民国 那是汪金会在带 那个其实都是天皇的命令 所以你要记得天皇 因为 为什么 因为他是权威 是我们人类历史跟法律上的权威 所以他有能力帮你封国家 所以如果天皇帮我们建台湾国 没有人会讲话 所以你知道台湾如果要建立国家 谁来建天皇 天皇如果说你台湾是个国家 你就是也没有人敢说不是 因为他是什么 他是历史的权威 他是第一个 他是全球最后一个皇帝 然后他是最古老的一个王朝 2600年 然后你又记得 他是人类的权威 是谁定的 上帝定的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是权威 所以如果由天皇来帮台湾 设台湾国就没有人讲话了 你要讲什么 权威都讲话了 那如果美国总统国会在各种背诅 那你就是啊 你还不是嘛 就是这样子 因为这是按照法律来的 所以你记得你要遵守法律 台湾最后就会变国家 所以你都一定要遵守法律 那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日俗 美战 然后你不要乱动 就是这样子 人家会处理 时间到了 就会最终国际地位正常化 所以你不要乱动 然后还有陈敏降下 因为你现在是日本天皇的人 那天皇设好一个国家之后 他才把你放下去 那叫做陈敏降下 当然他有一个专流名字叫做陈吉降下 因为你是日本陈敏 所以天皇的人 所以他才有权利把你放到这个国 这个国家里面 对不起 这个也有日本的礼法 所以你要遵守法律 他们除了有法以外还有礼 所以你要记得 然后第五个天皇很重要就是 号召封国及友邦协力国 对抗国难 万一我们人类有什么灾难的时候 真的是超越我们一个国家可以解决 天皇就会号召很多国家 一起来处理这件事情 你要懂我意思吗 像我们那时候有个大东亚共荣权 那时候天皇说 我们所有这些东南亚被人家直冥国家 要团结起来 把帝国主义全部驱赶出去 那时候大东亚共荣权 类似像这样子 万一如果人类有什么灾难 因为你要记得 天皇是什么 是人类的权威 所以他来做号召 没有人讲话 所以我认为天皇的制度 是有需要保留 万一如果我们人类遇到特别大灾难 那个是超越我们一个国家可以解决 那天皇这个时候就有他的 你知道派得上的用场 那什么地方 他是皇帝 他是人类的权威 他是历史的见证 他是文化的传承 所以他来讲话 你知道吗 那所有人就会比较说 就是说比较容易认同 因为你做任何的事情 做任何大的事情 你一定要带头 那你带头不能够随便找一个 那你要找谁 你当然找人类的权威 那你人类的权威 你像美国总统 他就是一个人类的权威 那你像日本天皇 他就是人类的权威 那你说英国女王他就是人类的权威 懂吗 所以那你说我们人类需不需要权威 我们在某一个当下 我们还是需要权威 我们还是需要权威的领导 万一真的是有特别大灾难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这种比较大的权威 像美国这种这种 日本天皇这种 英国女王这种人类的权威 这也是神留给我们 那你不管如何 那你就尊重吧 因为你说日本天皇 英国女王 美国总统 他也是神造 所以你就尊重吧 就这样子 那再讲文化就非常简单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 中国主要学汉朝跟唐朝 那主要什么时候 从浅唐时开始 差不多七世纪到九世纪那个时候 日本天皇就派很多使节到唐朝去学 就把他的文化全部都学完了 所以日本保有中国汉唐的文化 就是汉朝跟唐朝的文化 你包括他的字 有很多东西 这些都从什么 都从中途那边传过来 包括什么 佛教 医学 建筑 绘画 一堆的东西 全部都传到日本 所以日本他保 他保留中国最古老的文化是什么 汉朝跟唐朝 那重点 重点是他的汉制 那我们来看 日本他们以前没有制的 在差不多西元71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 日本他们就用最古老的汉制 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字像古世纪 它是用汉制写的 那你就看到这个时候 日本人在写字的时候 是用汉制 你从这个古 从古世纪 这个话他现在还保留文献在 那后来之后他们 日本人觉得这个字太麻 你知道那个汉制太麻烦 不好写 因为他笔画非常多 有了有二字画的 哇 你在那边一画一画在那边写 哇 太慢了 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什么 类似像今天毛泽东 他们发明了蝉体文 你知道吗 蝉体字 那个所谓的蝉体字 就跟日本人的做法是一样 但是日本人把它做得比较漂亮 然后又做得更精简 所以就变成他今天的日文 那我们今天的日文 就是评假名跟骗假名 还有掺杂一些汉字 就是片假名跟平假名 那我们现在看的话 这个是片假名 它就比较有点是 它比较四方的日文 那个就是片假名 然后一个话它有比较吵 然后另外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平假名 那个字更吵的部分就是平假名 所以差不多在一样 差不多八世纪那个时候就万叶级 那时候就编好 所以那个时候整个日本文字就定 就把它定下来 它有汉字 它有这个片假名 也有平假 就是我们看到的日本字 那日本的文化主要是从汉朝 唐朝那边演化而来的 主要从那边过来的 然后你像日本的建筑 这是基督城 日本的建 它的建筑受什么 受汉唐的文化非常大 你看这个基督城 它建的很像什么 它建的像那个唐峰 它很像唐朝的城堡 它很像 其实你去看这些古城的时候 它都有中国的整个它的文化色彩 那重点在哪里 在它的建筑跟它的绘画 跟它的艺术 那都几乎都是从唐朝那边过来 然后还有什么 比如说它的茶道 它的那个茶道也非常有名 那也是从唐朝过来 所以基本上 日本这个国家文化 它保留非常唐朝的东西 非常多 然后还有一把古琴 就超过1300年 听说是从杨贵妃那个时候传过来 是当年唐玄宗和杨贵妃 共同赠送给当时日本圣武天王的礼物 就是这一把琴 1300年 还在哦 而且还好好的哦 就是这一把琴 1300年 哇 你看1300年 哇 这个琴做得多漂亮 你看 这是什么 罗电子弹五弦琵琶 哦 这个是1300年 所以你看哦 日本是保留唐朝文道很多 没有错 保留汉朝跟唐朝文道 所以你现在要找真正的中国文化 对不起 你不是去中国找 去日本 因为那是活的唐朝 现在还活着的唐朝 他就在日本 所以你要找中国真正的古文化 对不起 你去中国已经找不到了 那你要去哪里找 你要去日本找 去哪里找 京都 找 那你就找到很多日本的汉朝跟 唐朝的文化 那再来我就跟各位讲一个结论 今天的结论就是这一个 大日本帝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的差异 目前天王人是国家法人 大日本帝国 及日本国的共主皇帝 那我讲说 我们现在天王是两个国家的元首 是大日本帝国的元首 然后只有一个人就是他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日本国 他是虚伪的元首 我前面已经举例过了 一个人可以当两家公司的董事长 那如果你这个概念通 一个天王他也可以当 两个国家的元首 一样概念是通的 所以我们有两个国家 两个日本 那大日本帝国宪法里面讲的第一条 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夕之天皇统治 他就讲得很清楚 这个没有用 然后再来就讲日本国宪法 他里面的第一条 他有讲天王是日本国的象征 有没有 象征而已 那他的本底在哪里 在大日本帝国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的天皇 他的本体在大日本帝国 他的分身 他的产领在哪里 在日本国 那你就分清楚了 所以他又讲了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 象征而已 那他的本体在哪里 哇 在大日本帝国 有没有 所以你要好好把这两句话看清楚 你知道吗 这是意义非常的深 那个除非你在研究日本历史 像我这么透彻的人 我们才分得出来 你就是日本两个宪法 你把它分得很清楚 那你才分得出来 哦 我们天皇是两个国家的原则 那我们天皇的本体在哪里 在大日本帝国 那他的分身在哪里 在日本国 它是个象征 是个产领 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而已 他讲得很清楚啊 然后还有什么 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 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主 所以日本国真正的权力不在天皇 在哪里 在日本国民的权力 就是在安倍晋三跟国会议员的手上 懂吗 所以天皇在日本国是没有权力 但是我跟你讲 他在大日本帝国 他是呼风唤雨 为什么 因为他的本体在大日本帝国 只有他一个 然后他是历史的权威 他是法律的权威 他是文化的权威 他是我们人类的权威 懂吗 所以各位要分清楚 因为这里大日本帝国跟日本国 你没有分清楚 你在解释我们后面的国际条约 全部会出问题 尤其是旧金山条约 绝对出问题 还有台湾的最终国际地位 也会出问题 因为你最后要 你要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 你要找对日本 你要找到哪个日本 你要找到这个大日本帝国 因为我们在下关条约那边有讲了 台湾属于大日本帝国 是这个日本 我们的国籍是日本臣民 对不对 那这个大日本帝国天华 才可以处理我们日本臣民的事情 他可以才帮我们台湾封国家 把我们这批日本臣民降到台湾这个国家来 懂吗 这是日本的礼法 当然现在这个只可以说 不可以做 不可以做 你要是去做 你要是上军事法庭 不要说我没有跟你讲 时候没有到你不可以做 今天还是被美国军事占领中 所以有很多东西 一定要上面的命令 你才可以做 谁的命令 日本天王 美国总统的命令 你才可以做 不然你不可以推动这些事 讲一讲就好了 那今天这一堂课到这里 谢谢各位